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夜廣場的歷史就是這樣 今晚我們的題目就是 《從幼池中全正史》 除了今個星期之外 下個星期這一連兩個星期 我們都會討論有關和中史教育 即是歷史教育有關的相關話題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相當重要 因為跟香港很多的新生學者 也好有關係 也好跟很多不同的社會的持份者 都是關心這樣的一個題目 所以我們特地希望用兩個星期時間去處理 因為要討論這個相關的題目 所以我們必然要找一些 跟這個題目有關的 有份量的學者、專家 以及有份參與的人士 所以我們今次除了小毛、嘉齊和阮嫻 和我會討論之外 我們還請了李慧健先生跟我們討論的 李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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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嘉齊介紹一下你的同學 我和威廉、William 我們是很多年同學 無論是本科和研究院的時候 我們都一起讀書 William的身份很有趣 他其實是一個日本史的專家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西歐的研究者 即是西歐風建時代的歷史研究者 譬如我和他一起讀書的時候 我研究民潮 他研究歐洲的中古時候的歷史 近世的歷史 所以他的學術背景 其實就是很少人可以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中國、日本和西歐的混合 我們稍後有機會再找William 來和我們講多些 可能這一方面西方史的問題 或者日本史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他來的身份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很資深的中學的歷史科 和中史科、通識科的老師 除此之外他還參與了教育局 不少那些課程發展委員的崗位 今天可能他上來的其中一個capacity 就是他作為一個可能是歷史教育課程 他有一些改革的修訂的工夫委員會的成員 他跟我們去講有關中史教育 或者是歷史教育 在香港的延況 要推行什麼改革 和未來有什麼展望 我們主要是講這方面 其實他在這裡很一流 因為他就是代表著初中的中史課程 小弟有些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崗位 我們可以整體加起來 整個圖場很清晰 William 聽一下你的聲音吧 多謝你先介紹 幫忙和教育局做課程發展 其實在四、五年前已經開始了 其實經歷了很多 因為在香港初中的歷史 或者中國歷史課程 未來要怎樣走 以往有什麼好的基礎 有什麼不好的狀況 一拼檢討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會參與這麼久 我記得是2014年4、5月左右 今天已經是2019年 去年已經通過了 中間其實有很多爭論 無論是課程應該怎樣剪裁 課程應該是重視什麼 其中一個爭論 其實我們都談了很久 究竟是否應該將歷史提升的興趣 如果是怎樣做 其實香港人是很喜歡歷史的 真的不表認 還記得每年一噸黃漬一攪很難去看 但是為什麼香港的歷史教育會被人覺得 這道歷史好像有一種特別的陰影 或者我等一下講一下 這個陰影是否我個人的陰影 還是大家的陰影 其實可以講一下 也看到未來的歷史課程應該是 側重的點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香港社會 世界社會 國家又開始有很多轉變 未必所有人日後都會在大學選歷史 初中的課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培訓 但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都談了很多 有機會我們可以慢慢再談 我先要講一件事 雖然他的名字很像是一個官員 但其實他不是官員 他也是教書和研究者 這個身份要先講清楚 我不是老師 我不是官員 這個 還有那個委員會已經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 不過要講一下 蕭莫哥的題目是為什麼 這個題目是來自一個 許臣說文解詞 他講一個史字的原意 史字就說 史既是者也 從有詞中 中正也 那就是他的原句 其實這個幼字 其實在古字裡面好像手一樣 就拿著中字 然後歷史人當然是負責記錄 一個領袖的言行 但是他最正的就是 中正也 就是說其實寫歷史 我們應該是要 側著講最正確 就是我們見到什麼就寫什麼 那就叫做直書 所謂 就是我們不要有那麼多額外的東西 加進去 為什麼會定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們今天 William在這裡 我們一邊想的時候 就是我們覺得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著我們的中史教育 或者歷史科的教育 我們是否真的做到 將真正的歷史展現給同學 甚至乎可能在我們日常的工作 我們做歷史的研究裡面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絕對正確又客觀的歷史呢 就是我們有一句說話就是 歷史就是全部都是當代史或是近代史 其實是我們書寫 或者歷史國家是想書寫自己相信的歷史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 我想在歷史教育裡面 其實這個是挺重要的 就是其實我們的歷史教育想做些什麼 還有我們想我們的學生 學到些什麼 所以就定了這個題目 就是有個問號的 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存在正史 這樣 所以我剛才說這個 就是關於怎樣全正史 以及剛才William都提到 就是香港人對於讀歷史的一件事 那個觀感 其實正正就是反映著 那個教育上面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我很記 就是有一個親身的感受就是怎樣 當有些人問我 你教書的 你教什麼的 我教歷史 然後他們就很大疑 教歷史 有一種就是會覺得 哇 沒有想到教歷史這麼厲害 但是同時也有些人會覺得 就是什麼歷史有人讀的嗎 就是真的問過我 其實你是在教你 剛才被人問 我是讀的時候被人問的 你讀什麼 我讀歷史 你為什麼讀歷史 讀完歷史之後你想怎樣 那些 有年文的眼光 為什麼不看不開 為什麼不看不開 就是William剛才說的 image 什麼人會讀歷史呢 就是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是 在香港這樣的社會 讀完歷史會做些什麼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永遠都覺得 讀歷史只有兩個出路 要不就教書 要不就不會找到一份 很賺到錢的工作 所以他們覺得讀歷史做什麼 但是其實當我自己讀完歷史之後 再加上現在有搞書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是有不同的感覺的 其實讀歷史是一種訓練 不是只是訓練我們記事很厲害 而是真的訓練我們的思維模式 是一種多方向的思維模式 這一點其實就是讀歷史 學歷史才可以達到一個目標 沒錯 中史或者整個律師 或者中史的教育 其實香港現在還要慢慢提高 其實前一兩年大家都在說 初中的中史一定要必修 我們所有人都一定要讀中史 這個代表著一些東西 就是由一個你可以選擇的科目 興趣的科目 慢慢變成一個 大家都要去處理的一個科目 雖然這個科目你可以 未必有很多課在裡面 但是你還是要必讀的東西 其實代表著市民也好 大眾也好 所有人也好 對歷史的崗位 中史為什麼要在這裡 是有一個訴求的 否則它就不是成為一個必修科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必修科 就是代表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這些其實我們大家覺得很基礎的一些課程 在大學裡面可以做一些歷史的教育 你有沒有感覺就是 可能歷史的知識 或者歷史的所謂專業 其實跟普通大眾最多的關係 不是在我們這個電視講的 而是在中學的課程上面 其實在香港的 context 我們就是無論是世界史也好 中國史也好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 context 我覺得一件事很好玩 是什麼呢 就是我跟別人說 我在歷史系教書 很多朋友、親戚 他們第一個問題就問 你是教中史還是西史 西史 一定分開了 對 中史還是西史 其實我們在一個中學課程裡面 就無疑是分開的 我們以前就叫西史或者什麼 就是世界歷史 現在就叫歷史科 這是一個框架 當然在大學裡面沒有什麼分 這個可以一次過澄清 我們都要研究西洋史 或者將中西史 放在一個世界的範圍裡面比較 現在不可以這樣一個各別去分 因為遲些可能還會講多些話題 就是有關於所謂本國史的教育 在全世界、香港、中國、大中華 會是怎樣去處理 這個我們可能下一集再跟大家講多些 都是聽多些放聲 其實你講這個問題很好 我也很想講一下 其實香港真的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將它分成中國史和世界史 這個分法其實是本身有它的歷史 現在在香港學制裡面 已經有一班人是教中國歷史 有一班人是教世界歷史 大家都好像兩種不同的系統 雖然理念上 大家都是教歷史的專科 但是在那個 無論是考評或者課程上面 其實中間有不少溝通 但是兩班人都會 兩種不同的專業的同工 都覺得他們是幾不同的一種東西 其實已經是兩班不同的東西 比較少就是能夠 又教中史又教世史 比較少 有的 但是他們是不是很願意 通常他們覺得 我已經教了中史 歷史是別人教的 教了歷史的那些 不如中史找別人教的 我覺得其實不應該這樣分 無論我們研究 歷史的本質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都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這樣看 其實其他地方的歷史 或者我們有機會可以再講 以日本為例 他們都是分開世界史和日本史 不過有機會再講 其實日本的日本史 現代部分是沒有太多人讀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譬如說 唉,這個很久講 這個 答問題是現代史 在日本讀超和史 是一回事 日本冷感 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我覺得香港現在的情況 我想 會不會回歸也好 其實我們生活在香港 我們都應該要知道 香港我們周邊的事情發生是怎樣的 嗯 很重要 其實香港史研究 在我們讀書年代也是 已經有很多風突的成果 是的 也都很有意義的 但是其實香港的同學仔 沒有這個機會去讀香港史呢 我們待會兒可以慢慢講 香港史的話題 我記得在諮詢會的時候 公佈的時候 我中西史幾次都有坐在這裡聽 有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就是當西史的時候 大家都是笑著 改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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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史的時候 那些會坐下的時候 就是這樣 很縮目 下節繼續說 各位觀眾好 回到第二節的歷史是這樣 剛才說到 西史課程的改革的時候 大家就笑著 覺得大有改動也好 所以加了一個 美國史的部分 還有講多一些 中亞中東的歷史 大家都很贊成 大家講過中史教育的課程改革 裡面的內容實質呢 我看來都好像未必很大的改動 但中間的爭議已經很巨大 背後代表什麼呢 就是可能中史 這套教育 中史的系統背後 涉及的 是一些很重要的 和大家的所謂的興趣 或者觀點有關的問題 就是 史觀 本國史 我們怎樣講述我們自己的歷史 這些種種的課題 歷史是怎樣 可能我們覺得外國的歷史是怎樣 不要緊 你不是你有的講法 我們有的講法 但是當我們講本國史是怎樣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那麼簡單 你有你的講法 我有講法可以解決 請嘉賓聽聽一下 你在代中的時候壓力都很大 坦白說壓力是有的 但是在會開的過程裡面 我就感受不了 有任何的一些 在背後的 這是真事 不過我覺得是 你的觀察是對的 其實世界歷史科的改革 就沒有那麼大爭議 因為大家都好像覺得 一個路中國 其實背後有沒有一些陰謀論 或者很多不同的一些 政治考慮 政治考慮 我簡單地說 就是課程的討論 不是課程 而是課程 關於課程的討論 或者背後的猜想 其實是政治化了很多 當然我們課程是離開不了社會的 我們都要招呼社會 究竟怎樣看 也是要平衡不同的利益在背後 或者持份者 甚至乎是他們的關心 這個很重要 但是在我的理解裡面 其實是 我自己本持一個信念 其實很多委員會的委員 大家都想 這個想法就是 歷史不僅是自斷輕衰 我們做研究做了這麼多年 幾位嘉賓都很專業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史學研究裡面 其實自斷輕衰 已經不是唯一的一個大的動革 其實很多古靈清怪的歷史 其實是需要 我們其實是否需要 給學生有一種 較為整傳一點的歷史 我意思是整傳 就是說 在時段上面 還有在範疇上面 都有整傳 但你要記住 這個難度很高 因為這是初衷課程 現在不是我們在大學裡面做研究 是兩樣東西來的 還有教歷史 和學歷史 和歷史的本質 這幾樣東西 其實是完全可以 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相關的 其實世界歷史 其實新高中課程開的時候 其實都有些爭論 尤其是我教了歷史科這麼多年 我們覺得其實歷史科 有中史科 給了我 我是得益者 受益的就是我學到很多東西 剛才大家都分享過 有很多技巧 但是怎樣切割的時段 其實是處理歷史課程裡面 最困難的東西來的 是最困難的 第一 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社會大眾也好 其實對歷史的發展概念 已經有了固定的模式 例如中國歷史就是 改朝換代的 你怎麼告訴他 不是改朝換代 他都告訴你 最後都是改朝換代的 真的 嘉賓講的很重要 事戀輕衰 我以前中史怎麼讀呢 盛世的時候 就大興這個文字武功 這個開闢僵土 那麼 亂和衰的時候就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衰是宦官 第二就是美女 就是婚君 婚子 事大一眾 就是美的 女我 害死人 憑黨 外戚 外母有問題 是吧 是吧 朝代滅亡原因 一定有民亂 對 一定有民亂 天災 是吧 但是你會發覺 我們那時候考試很簡單 改過朝代就可以了 都是那些項目 熟讀的那些項目 那些民憑領袖 不要記錯 你自成一定是難民 連份加分下去 不要搞亂 大底都不會錯 但如果這樣去讀歷史 背後就可能會 沒有真正了解 可能歷史很多真正的轉變 絕對 還有很多背仲 所以嘉賓剛才說 就是這個 所謂的史觀 就是自亂輕衰 永遠都有一個框架 升高降低 升高降低 就是歪成科 是否就是這樣呢 中間應該有很多東西 可以變化了討論 舉個例子 其實自亂輕衰 當然我們覺得它不是唯一 但是 對很多現在的觀感上 自亂輕衰是一個很重要的框架 沒問題的 在初中給它認識一下 先有蠢 後有漢 不要搞錯 清 對的 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覺得應該是 同意 有不少的學生 初中仍然搞錯 那個時代表 可能搞到亂了 都不出奇 這些其實基本的 我們都要去 它有個基本的歷史 基本知識 但是剛才我想說一點 就是自亂輕衰 我想老師如果他去教 或者是日後的學生 要去讀的時候 我們都要為意 其實自亂輕衰 雖然是一個框架 不過 如果一放到文化史 你發覺那些賤輕衰 其實是可能要重寫的 舉個例子 很多學生都會收到訊息 宋代一定是弱 但在文化上宋代很強 很強勁 容許我用個強字 我同意很強 爭論很多 但其實我們看看 宋朝的文化 真是很摧殘 而且摧殘到 為何正康之難 大家會覺得 一個是割難 歷史上的割難 是指什麼呢 其實是文化摧毀 而不是政權摧毀 政權摧毀可以建立 但是文化上的摧毀 和對一個摧殘文明 文明之間 對那個衝突之間 被佔領的情況 一個摧殘 其實真的要幾代 幾個世紀才可以 玩回來 這些其實我們真的需要知道 所以為何文化史是重要 尤其是在初中 我覺得 這裡還有很多的位置可以說 老實說 其實去到晚堂 安市資源之後 那些人民生活 其實說得很慘 是否那麼慘 那些女人都可以 作得很華麗 什麼事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 其實我都準備了一些照片 如果待會有機會 可以編輯幾張給大家看 剛才Vian這樣說完 都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 因為現在都做了一些文國史的研究 其實當時我都 有時做文國史研究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同樣一件事 就是我們好像經常印象中 民國 即是踏了三個革命之後 然後就開始軍閥混戰 然後呢 政局都不是很穩定 雖然說 200年的時候 已經是不乏成功 但其實那個黃金十年的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 在史書上面說 都會說什麼 國民政府怎樣腐敗 但當你看回 其實當時 你上海的地方 其實我們發展得很繁華 甚至乎它有西方的文化 帶進來 也有西方的管治模式 你會看到那個感覺上 那個落差是有很大的 政治上 就好像說到很差 還不是一個很統一的政府 所以我有一時都會在想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教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以前的 課程長大之下 我會想 為什麼我經常讀中國歷史 只有自戀興趣 其實背後會不會令到我 會產生某一種的感覺 就是會令到學生會產生 對一種盛世的那種學求 就覺得盛世之下 人人生活安穩 就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是否真的那麼好呢 你再放回歷史 在大脈來看 其實不是 一些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一個文化上來講 如果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未必是在盛世上出現 我們一步一步 可能觀眾未必能夠理解 首先第一步一步 我們講的是一個史觀的問題 裡面講的是一個 治療興趣的一個框架 在這個框架裡面 一直以來都是以帝王像上 文字武功 怎樣去管治 作為它的核心的研究 在這一部分 其實都是今天中學歷史課程 主的部分 政治史的部分 但是其實在這個改換裡面 其實所謂文化史的部分 一直嘗試都去加強 其實這個中史有關文化的部分 都源於流場的 即是如果你舊仔裡面 都有什麼交通史 還有很多不同的史 宗教史 其實他們都是 我們今天講文化史裡面 即是原流 即是說我們認識那個地方 除了一個角度之外 應該有很多的Dimension 其實一直以來 那部分都應該重視 和有重視 但是這個文化史裡面的內涵 其實在近代 或者當代的研究裡面 是不斷地轉搖、加強的 即是裡面有多少的東西 是放在裡面的 即是阮涵其實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說譬如30年代上海裡面的 的發展其實很好 我們之前也請了嘉賓上來 講南京的建設 種種不同的部分 代表著當時其實有些 很多的東西在 譬如你做日本史 可能很理解 我們說在超和的時期 怎樣 法國各的local的房子業 開始的發展 怎樣和英國去競爭 然後那些資金和技術力 引入了在上海的部分 主要的上海很多的部分 裡面去到50年代 或者40年代中期的時候 也都來了香港 所以也都變成了香港的氣非 如果用今天 剛才我講的條線的脈絡去理解 中國歷史的話 就不是用自亂輕衰 也都不是用國別史 可以簡單去講述 所以這些的講解 就可能需要 用一個新的史觀 才能講到 如果我們站在正康之欄 他們來打我 他們就是罪人 我們可能對於其他地方 今天可能在中國土地一些地方 裡面的文化事物 就可能完全沒有辦法去講解 以及去理解 那些了金一定是奸的 當然是奸 我記得我以前 小時候讀中士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高分 原因就是我的八股 我已經背熟了 我不是背那些事實 而是那個繁識 那個繁識是怎樣 你知道怎樣會 會輕盛的是那幾個 一定是那些 換幾個名字 換幾個制度的名字 人名 不要錯那些 不要錯那些 基本的東西 最好大包圍 要六個項目 你比較八個 一定得到半分 但問題是這個 八股背後牽涉著 就是我們對那個 朝代的框架 用朝代的框架來理解中國 中國的過去就是 什朝什朝 這個問題 所以在一個朝代 一個朝代來理解 很自然的理解 就會覺得它有輕盛的 和衰落的過程 這個就是朝代循環 這個思維方式 曾經在外國 有些老教授 跟我討論 中國歷史發展的問題 正在討論 究竟這個朝代思維模式 是否需要用 我們的結論就是 不同的史學範疇 應該有不同的做法 譬如我搞法制史的 很明顯看到 一個 就是帝王 他設立一個王朝之後 他就會有立法的過程 立法裏面 就在那個朝代的 政制裏面去實行 所以應該在 法制史的角度 這個朝代循環 可以理解 可以運用 但在剛才說到文化史上 怎麼說 這個我們說 他在政治的角度 很衰落的朝代 他這麼輕盛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件事 其實很老實說 我覺得 用自亂輕衰 這些概念真的不對 其實很老實說 嚴格上說 文化是沒有強弱的 文化只要是什麼種類 文化還是交流的 很老實說 如果我們要處理 在課程中 要處理文化部分 其實我們一定要想 究竟文化 我們怎麼看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文化怎麼傳承 和轉變 和中間的過程交流 出現了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還有 文化一定不只是中國裏面 你知道中國當時 整個東亞地區都很有影響力 傳出去之後 他們怎麼變化 其實都很有趣 大小小的概念 這叫漢字文化圈 在那個圈裏面 有什麼轉變呢 其實是 希望讓學生有一點視野 讓他們學會去問問題 不是把問題 用一些固定的方式去解決 有根有據 其實已經可以很好 所以我想 其實都很棒 如果我們用文化角度去擴闊 除了我們可以跳出 那些很硬斑斑的史料 純粹背重之外 還可以有一個 看到中國和古代周邊國家之間的互動 其實同學的視野 闊了之餘 亦可以從很多不同的研究範疇 再找到新養分 是 絕對的 我們下一節繼續講下去 好 各位好 又回到這一節的《歷史不斷說》 我們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文化史的部分 在歷史教育中的重要性 而近代來次的教育改 將文化史的部分增強 其實是在回應在當代史教育中的 那個史觀轉移的問題 而中間我們沒有那麼多教育的狀傷 開始講很多各種各樣的演變 所以它的轉變是幾條路線結合的結果 就是文化史被大家越來越重視 其實我們節目很常見 就是我們節目很多的話題 其實和文化史有關 所以細心說 一直有跟著我們的觀眾能夠理解 為什麼文化史的部分 它是有趣或是有趣 而且它不是一個 所謂自戀輕衰 會衰落的框架 而是一種 另外一種的一種史觀 是啊 剛才講到文化史 文化交流 本身的視野是闊了很多 大家覺得 突然一講到文化史 我的觀感就是深亢神異 真是能夠去到和生活有關係 老實說 其實到歷史是可以很嚴肅的 但其實不需要那麼嚴肅的 亦都可以很開心 看看以前的女人怎麼穿衣服 以前的男人喜歡玩什麼 這就是趣味 這才是過癮的 其實文化史 一到來的時候 其實老師是擔心的 因為以往不是太多文化史 除非老師本身的本科 是很喜歡讀文化史 這些其實我們不能夠強求 但是去到課程的運作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的操作性 其實有課時的限制 又有本身每個學校的校程的限制 等等 但其實操作性都不是很難 很多同工都有很多經驗 例如我們會用一些相片 即是我們去教 亦都可以用一些很點子式的東西 例如我剛才所講 中國文化一散到其他地方 就有影響力了 很多教科書是指於在這裏 又說對韓國有影響 對日本有影響 其實老師可不可以用一分鐘 令到學生挑起他的興趣 而不是我們要塞很多東西給他 不要 我們塞不到的 老師都不是百科全書來的 老師其實都要備課 但我們可不可以提問 一分鐘提問 舉個例 例如說 為何日本韓國都會有漢字 這個就是一個見證 但他們又變化了 交回問題給學生 挑起他們對歷史文化的興趣 因為日本人也好 韓國人也好 可能韓國人的包袱會比較大 但日本人接觸中國文化之後 他沒有包袱 一提到日本人如何接觸儒家思想 他們的創意真的無限 我告訴你很特別 有機會再說 但我想說 如果我們看文化史 其實如果看圖圖 我們看到一張在敦煌的壁畫 其實很多 例如飛馬 這張是 你會看到 古人很有創意 這張其實是馬的身體 尾是獅子 角是鹿 當時的傳說 據說是漢武帝時候出現過 當然這個 相信都是傳說多 但這些我們可以給學生看 但我們又不能夠告訴他們 何時出現 唐代婦女 給人看看 其實晚唐時候的女人 原來都可以這樣穿 生活的問題去到哪裏 當然她是屬於貴婦那類 你看到她的低胸 藍頸鏈 頭飾 化妝 其實跟現在的開放程度 可能都不會低 我們又覺得 再看下去 唐人當時飲宴、娛樂 他們在玩的東西 在敦煌壁畫船 我們看到很多 現在在課程裡 我們都有一節說這部分 我建議老師其實可以選讀 如果用戰亂興衰的角度 這些出現是沒有一個明確界線 再看下去 打仗是怎樣打的呢 這麼多學生喜歡玩遊戲 比賽上這些戰爭的話 古代戰爭是怎樣打的呢 軍旗、佈局、為何又要奏樂器 打的時候為何會這樣玩 這些其實呈現了很多文化師的角度 根本沒有辦法用一個時段去切割 我們不能夠說 女性低胸的低胸裝是何時開始有 是很難找的 只能夠從這些招式馬式去講 所以老師也不需要那麼大壓力 不需要向同學說 要準備好多東西 要教好多東西 其實我反而覺得大家去提問題 然後引學生去找相關的資料 我覺得去提問題多過解答一些問題 況且文化師沒有絕對答案 所以我覺得作為初衷課程 應該要這樣去 文化師的貶辯或者重要性 其實世界歷史都關懷了很久 尤其是譬如之前一直說過黑暗時期的講述 一直以來我們說西方黑暗時期的dark age 那就是很黑暗 大家不是說有多少黑暗 多少病啊 多少問題 但是你將廣義內說 500至1500 就是廣義的黑暗時期 你將一千年的歷史簡單說 是退廢的 不行的 差的就解決了 但是裏面有很多的變化 怎麼來的 如果他跌了一千年 突然間十六世紀那麼強 就是你不是說不通那些東西 就是沒有解釋 所以其實它是怎樣的呢 它的演變是怎樣 裏面其實有什麼內涵 中間的發展是怎樣 反正應該是要關懷的 它裏面很多文化內涵是要做的 所以就算是世界歷史 我們現在都不會用黑暗時代 去形容中世紀裏面的很多的演變 我們用這種一身的角度 其實這個的反省 可能就是剛才裏面你想說的 就是文化發展不是這樣 它不會因為你上層裏面換了個皇帝 甚至乎換了個種族的人去管治 他們的文化就會有何 翻天覆地完全毀滅了一些東西 不是這樣去理解文化和人類的發展 如果我們講歷史是人類的發展的話 正如剛才說的部分是宗教文化戰爭方式裏面的科技部分 以及衣著背後講的可能是審美和物質的文明 這些的背後其實是很多要講的一些東西 而最晚見證到人類的變遷 還有我覺得其實剛才William說文化史 除了真是很大的思想性 或者也介紹了很多真是很實物 就是衣著或者雕刻、壁畫等等 還有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養份提供的就是 當我們去描述一段歷史 我們小時候,我也是舊仔 當然A-level出身 看那些說什麼漢堂盛世 好艱難 兩句大佬換到永遠都是說 一斗米多少錢啊 然後又要徵伐哪裡 但全部都是很純粹的描述式 但如果你說要真是看一個時代 就算我們撇開智聯慶緒斷代去看 某一個時代它怎樣突顯它那種高度的物質文明呢 譬如像唐代那樣,你怎樣覺得它真是很厲害 很有錢人的生活 原來你發覺,你看它打馬球 是看到的 像唐元宗一樣,大家知道它很喜歡打馬球 它有兩個馬房 一個馬房是專養一些用來打仗的馬 一個馬房是專養用來打馬球的馬 即是刁鑽到這樣 你要想想它多有錢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另外還有就是它的球桿 即是那個象 是玉 是玉 然後那個象頭的彎月位是包金 你想想它可以一句說話 一個圖片,一個圖景 就讓我們知道究竟當時的盛世是怎樣 好過我們用文字去書寫 還有我還想說一件事就是 有些民族未必太喜歡寫歷史 譬如西亞的一些國家 或者印度 我們都知印度人都不像中國 東亞就是一個傳統 由來已久的正史秩序 就是有史官 但印度的歷史很多都是記載在史詩裏面 它們對於宗教的歌頌 甚至於文學作品 如果你想看波斯史 10世紀到9世紀的波斯史 其實人們會說 你看它的地毯就看到 因为整个社会的文明在地毯上展现出来 远比你看一本书来得更有用 所以我想,刚才William说好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看一个课程,读历史 我们去到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还停留纯粹在政治性的论述 其实是层次上很难很丰富地展现一个实质 限制了很多 限制很多 就算我们外国士也是 其实刚才也有说中世纪黑暗时代 很老实说,就算这个分法在西方历史是接受的话 古代、中古、近代这种画法 摆下来中国历史,其实是不对的 是 不对的 千万不要这样去做 其实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不会再这样看 中世纪这个叫法,其实真是西方史的称呼 什么时候叫中国是中世纪 这个辩论就是咬死人 即是反过来,其实没有需要咬 因为根本不应该将它生吞活摩,套到中国史的解释 这些说法是日本人借了西方,借了一些旧说法 然后又翻炒到中国历史 是的 于是乎整件事就错了 但是其实很老实说 什么时候中国有封建时代呢 这些问题 什么叫近世,什么叫现代,什么叫近代 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都真的有委员讨论了很久 但是发觉这些是不合逗留的课程 所以我们真的要拿出来去看 但是很多时候学生都会看到 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要有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以前可能会分为朝代的 比如我们说秦汉,逐个逐个朝代的 但是现在的说法就是会分时段的模式去处理 是不是这样,他现在怎样分,大约是怎样分 其实现在都是分开几个时段去处理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就是 我们又要去看他所谓的朝代更替的历史 同时希望包含到一些文化特色在背后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考虑 所以为什么秦汉的,进南北朝的那些 在中一那里,又会是比较整合地放在一起呢 其中有一课,我们希望 我个人希望,不是不代表委员会 我个人希望是军事史可以强分 真的 如果我们想令到学生更有兴趣 军事史是值得的 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中学时代 我就兴趣大到会看那些其他国家的课本 我看了一本英国讲中,欧洲历史 中世历史的书里面讲什么呢 里面就是讲一场战役 即是百年战争里面的战役 他就问你 他问那些学生 你是个将领 那些兵力的配置是这样的 你会怎样打? 会怎样打? 他会这样去问 那些兴趣是带到这样 结果我发现自己原来 都跟那个战胜的将领有同样的决定 都是用随形的战阵在中间打下去 哇,那满足感大到 觉得自己是很伟大的一个军事天才 在那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当然 你想想,是这样挑起兴趣的 譬如我现在到现在 都是很多军事史的著作 会去看 会做一些研究 都是这样的开始 很多前线导师 都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其中我觉得最好玩的 就是赤壁之战 其实我们问学生 赤壁之战 他们记得些什么呢? 他们都会说 放火烧船 放火烧船 借东风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要问 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是三个演艺还是三个演艺? 三个演艺是游戏 是游戏 所以我听完你们这样说 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 为何我们一直以来读的 中国历史 特别中国历史 我们很强烈那种自戀轻衰 为何反而文化史会忽略了 到底是教学上的方便 因为始终你对着学生 你可能有一种模式去教 他们会容易记 因为他们小时候的年纪 还是会不会背后有一种意识含义 就是想灌输某一种意识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历史教育 是可以将某一些意识 是透过一个教科书 去灌输给下一代 我自己作为殖民时期长大 读历史 我其实就会觉得 我们好像有一种 长期都很希望 就是久安长治的那种安稳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范式转移 是的 我们想想 有一位政府高层曾经说 要读三角演义去学习 我们很容易就会放火射箭 周围去射人 最后一节历史是这么说的 刚才我说到草船借战乱射 都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表后就是说 如果你读三角演义学历史的话 军事史里面很多是基本观点的理解 是会错的 十万支箭射多久 怎样射 几架船是否装到十万支箭射 这个问题 如果你用想象力去解决 从来都不是读历史的正确方式 如果用想象力去理解历史 结局可能会很悲惨 另外一件事 刚才嘉宾提到第三次的时候 是带一幅图 就是说有一幅军事的图 其实细心的观众应该提到 一个简单问题 骑兵应该摆在哪里 我们看了很多电视剧 骑兵两军队员 将军正中间 就摆在骑兵里 现在大家互望 这样大家一起死 马撞马 轻轻地撞马 没有人留下死 通常我们打骑兵 就是那幅图的正确 就是骑兵在侧翼掃挡 中央持持盾的步兵 在正中间做防守 而古代的战法 大部分都是从迂回侧翼 去掃挡对方的侧翼 中西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说兵是站在一边 你要指挥几百人 令他左和右是很困难 所以侧翼掃 其实如果是从后数的话 你不知道有人走过来 你就会死 所以这个我们说 在军事上是常识来的 尤其是早期冷兵战争 但是你会发现 没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的话 很多时候那些 战争影像的拍摄 就会出现问题 是的 其实刚才说到 例如赤壁之战 我都想去补充一点 其实真的很好玩的 这个题目 值得在科学内外 和学生去谈 赤壁之战为何学生会记得 就是宵船 借东风 曹操很坏这些东西 我们真的要多亏日本人的游戏 还有赤壁很多电影都拍摄过 在日本好迈作 但也都教错了 那些学生 为何教错了 其实不如我们这样问一下 其实借东风这些是真的 诸葛孔明的那些神妖之说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这样烧 那些船是怎样烧法的 其实对比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来的 是所谓的三角演义 三角演义不是正史 这个其实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引起学生思考下 其实什么叫正史 什么叫小说 历史资料其实是什么 他们会很有兴趣 其实原来三角志不是 那你已经带他们去看历史书写 而且我们古代真的很重视历史书写 而多于图像表达 但日本人强的就是图像表达 很强 三角演义一传到过去之后 几百万幅图在画三角演义的变法 由江户时代到现代都是 我原来叹为观止 就是完全将刘比变了女人 关妃变了女性幽灵 也走得出来 但我想说一点就是 其实为何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是这么多智力兴衰 我想和古代重视历史书写的很重要 古人是喜欢将一句说话 现在学生都经常说 历史是胜利者的代言 结果很多时候一写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将那些朝代更替的东西写出来 但社会民间那些他们就轻视了 传了出来可能有这样的传统在背后 但是到今时今日 互联网那么威发达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历史的观点不是历史家的专利 我们希望最终给到学生的一个感觉 就是历史它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不过这个看法是要有理据 我想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训练 刚才提到文化史和我们以前讲的战略轻衰 我们现在在课程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改革 但是改革背后 其实都是在学术界里面的一个范式转移 范式转移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很重视帝王上上 他们的生活 他们究竟有些什么言论 什么政策 但是到现在我们可能在学术研究上 都着重 比如说说古人是怎样去洗手间的 煮饭是怎样去吃什么的 这些关联性跟我们大很多 你想想帝王怎样去思考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读 如果不然就不会乱决策 可以看到就算有教的东西都没什么用 但是那些生活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 所以文化史的吸引力 就是我们的关联性很强 并且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多或少一些他们属于自己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在课程里面 投入了这些元素 不单止只是照顾学生的兴趣 而是根本是反映着学术界的发展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清黄不接 或者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 所以我们有一些迷惑 究竟我们纯粹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 因为会不会还有一个朝代的框架在 难道我们又不可以将朝代的框架完全放弃 因为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我们大概有些概念 譬如是唐朝在宋朝之前 然后之后又有元又有明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起码我们对古籍、史料 或者过去对于历史书写都可以掌握得到 这个迷惑可能都要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之前有些集数都有讲过 一些历史书写的问题 我们都讲了中国历史里面 很重视那个朝代更提 二十四史本身 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是这样讲 这些我们是要尊重 这个其实是中国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份 我想任何的历史课格都不会抹杀这个部份 我们现在讲的是怎样调和和结合两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现在学了很多新的文化的部份 我们发觉其实以前的人 那当然是不可以了 有什么可能写本朝的东西是受前朝的影响而来的呢 就是怎样可能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有些东西是为何要分开来说的 就是亦都是写本朝的历史 就是很难 你本朝和写前朝的东西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文化学都知道 有些东西可以夸好几个朝代的 那古人很多时候很难这样去书写 两个不同的境界和两个不同的需求 所以背后自然是有不同的 不过困难是怎样呢 就是我说很困难就是想一下 我们虽然是在讲自联兴帅 就是说没有这么多 可能将那些政治的东西可能摆圆一点 但是我们讲文化史的时候 仍然文化没有强弱 文化即是没有说 它吹颤可能是很多元化 但是我们文化有本位 我们往往还是将那个汉人中心 就是中国文化如果是向外宣扬 而不是所谓外国文化进入中国 我们就觉得是强大的是好事 就是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主场胜利 所以文化史仍然在一个范式的转移当中 所以其实正因为这种考量之下 就是中史课程改革 就变得大家都会很大振意识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如何透过一个教学 去灌输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观念 或者你如何认识国家 如何认识自己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历史上现在很多时候的教学上 很多人都好像想将一个 就是自己国家的历史 永远都写到是最辉煌的那个 甚至是最有影响性的那个 那特别会有一些位置 是特意有些歪曲了 我觉得是 或者过分了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刚才嘉诚其实也说了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读了很多关于治疗兴趣的 但其实不代表执政者 真的懂得管治 但是反过来想起就是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多治疗兴趣的 都有一些不懂管治的执政者 走出来 会不会就是因为在那个教学过程上 是灌输了某一种的理念给他们 令到他们会有这样的做法呢 香港高官 做高官的班都不是读中士出身 但他出来之后就鼓励大家读中士 可能看了纳粹那一套 可能看过书 就是看三个演义去管治 跟你看例记去管治 应该是两回事 就是做领袖你看的书 可能应该是不同的 但背后的问题是 究竟中国历史教育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以前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香港可能是复兴民族的 因为中华民族的衰落 花果飘零 这是一个基地 在国内的统治人 很重视瑜伽的文化 道唐 在外国势力侵略 中国本位 殖民族也不介怀你港宗士 无所谓你明白 所以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关注 但我们到现在 在今天的香港 你想想我们 是不是要说那一套同样的 可能是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下 那一套中士 还是我们中国已经很强大 强大到可以成为周边 国家的一个威胁的时候 我们又要说些什么出来 是不是继续 我自己觉得中士的课程是得育与国民教育 因为那些皇帝做得好就是好的道德 做得坏就是坏的东西 我们从而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其实我想中国历史的教育 最复杂的地方 就是一说到目的 真的可以很多个 而目的有没有优势 又可以值得讨论 真的很多 其实我觉得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计 中国历史科的目标的转变 其实跟社会有很大关系 以前都是比较重视讲一些故事 引发学生 刚才你所说的 我姑且叫做价值观的教育 见到一个人 他这样做做皇帝做得坏了 那你学他了 不要这样做 不要学他 这些其实是得了价值观的 这些都仍然重视 我们没有丢下 我们又会觉得 他作为中国人 你又要认识中国 这些价值观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读完中国史 一定要爱中国 这些是一厢情愿的 但至少你先认识他 你不可能不知道 原来中国的统一皇朝是秦朝 你不可能不知道 OK 我们又要放进去 现在社会 又要求同学 又有分析能力 要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于是分析能力 又放进去 他读得开不开心 又影响到他日后的情绪发展 兴趣也放进去 我们看到历史课程里面的目标 不再是相对以前那麽单一 和那麽理所当然 而且呢 亦都有很多的 我觉得很多的 话事权都不再是 纯粹是老师 是一个 一个权威性 因为现在的学生 你上课 讲完之后 他自己回家看资料 他上网的资料 其实跟你课囊说的 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学生 在某程度上 他掌握了这些观点 我们回到课室 如何去将这些不同的观点 疏离呢 其实是需要教师专业的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我自己都是很认识专科专教 我个人觉得专科专教是对的 因为我自己是历史出身的 我很难想象 我不是说没有读历史出身 就不会教历史 不是的 但是历史出身的人 他容易有一种训练 相对来说 是容易去处理的事情 会容易一些 所以其实很多学校 很多时候都是拍烂档的 但是拍烂档 有很多拍烂档 其实拍得很好的 有一个很专业的 老师训练了出来 但是有些其实 我们拍烂档 其实我们真的要致敬 但是这些如何去处理 都是一个长远的执行上的问题 我觉得William说的一件事很重要 如果你问我读中史有什么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要认识中国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当然要读本国史 去认识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今晚讨论了很多 我们究竟如何加强中史的养分 就是我们用不同的一些研究的新范畴 或者一些新成果 去容养同学 可以更加多角度了解这个中国历史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是一言堂地认识中国 而是多角度认识中国 了解自己 我给我讲 到最后再一个 的结尾 下个星期我们都会继续讲下去 就是我用的是一个印度学者 叫亚尔冠·亚伯多 我们常常说想象的共同体 我们说民族是一个生成的部分 他跟我们说 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 可以是另一个人眼中的地狱 如果用一个观看所有人 是会有危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